手机游戏《精灵宝可梦》在我国上线之后 立即掀起了丰丸的热潮 但是同时也衍生不少社会问题 例如昨天交警就开出了首张 因为车主开车时抓精灵的300令吉罚单 虽说这款游戏鼓励民众走出家门 但是国外出现不少玩家得意忘形 闯入禁区和私宅的案例 因而吃上了官司 甚至丢了性命 法律专家警告 在我国擅闯私人地段以及政府部门 会因此面对刑事和民事罪责 小则陪钱了事 大则可能面对牢狱之灾 结合虚拟物体和真实环境的精灵宝可梦 打破了游戏 只局限在手机屏幕框框里的玩法 如今手机用户必须身体力行走出家门 在实际环境中寻宝寻乐趣 但走着走着可别一时得意忘形 闯入禁区 法律专家指出 我国暂时还没有出现玩家闯禁区抓精灵 而吃官司的情况 但在我国 擅闯私人地段或是政府机构 都可被控非法入侵罪 如果你误闯私人的境地造成不必要的骚扰 还是产业上的选择 它是可以以民事的诉讼向误闯者索赔 大家知道就是最近警方警察局 你不可以误闯警察局的地方 然后政府所归类为境地的地方 不床者严重来说会坐牢 除了避免惹上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玩家也必须注意健康 医生警告 长时间低头看屏幕会进一步提高 患上颈椎炎的风险 由于部分精灵只在晚上出现 医师也建议玩家 尽量在有光线或背光的地方操作 避免视网膜受到强光刺激 导致视力退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